俄羅斯事實上你知道 在這個入侵烏克蘭的 兩年半以上的這個時間裡面 襲襟這些人 不過他們都不願意公布 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是公布多少人就對了 不過最近招募了一批新兵 慧明你知道這新兵 平靜的年紀有多大嗎 其實也蠻年輕的 快要拿禁勞卡的 40到50歲 40到50歲 其中有幾位是60歲 再過5年在台灣 就可以直接禁勞卡 搭公車免費 沒有錯對不對 活得下來的話 領勞保了 年金幾戶了 年紀這麼大怎麼上戰場 因為年輕人募不到兵 那還有就有些逃兵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俄羅斯 目前最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麼其實 跟大家報一個料 我們台灣還有年輕人 現在志願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還有 那麼還有跟我保持聯絡等等 希望他能夠平安就對了 那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那麼中國也有 中國也有人想要去幫助俄羅斯 所以僱傭兵421個人 去打了仗以後 目前聽說只剩下6個人 而且有告訴各位就是說 有的僱傭兵什麼意思 拿錢的 拿錢打仗的 就沒想到 死了那麼多人以後 他們後悔死 為什麼呢 沒想到俄羅斯竟然往上報 說他們逃兵 說他們逃兵 說他們到了現場 要跟烏克蘭投降 為什麼這樣做 我替你俄羅斯打仗 結果連命都沒了 我就要升級嘛 因為你是僱傭兵嘛 僱傭兵 如果你死了我給錢啊 對不對 所以我看你直接 污衣 你們這個等於說 污衣謀反 你們根本就是去跟烏克蘭的 這個等於說投降 然後你們不是這個等於說戰死的 那我擠著便投離 所以為什麼後悔的要死的原因 在這個樣子了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呢 包括把俄羅斯的媒體呢 所報導的 還有南韓的媒體報導的是真的 是什麼呢 北韓也就是朝鮮 那麼北朝鮮呢 事實上呢 偷偷的把一批 大概接近一萬兩千名的特戰部隊 因為北韓的特戰部隊 大概全世界最多有二十萬 他這一次 那麼應這個普丁之請啊 一開始是一萬名的這個兵工 基本上構築建築的那個兵工啊 但這次直接把一萬兩千名的 特戰部隊 那麼準備要派到這個武克蘭的戰場 那其中有一千五百名的 這個所謂的風暴軍團已經到了 那他們先到了俄羅斯的以後呢 然後緊接而來 在俄羅斯的這個新兵訓練中心 稍微進行個整補的過程當中以後呢 就即將把他們 他們不會把這些人 全部都集中在一個部隊 所以他們會分散到不同的部隊 把他送上前線的 所以真正 真正這個等於說 這個 已經編入第四一空江特別影 然後呢 也已經 他們也聽到 在俄羅斯的前線有聽到韓國話 也就是說 應該北韓的部隊 這些部隊穿的軍裝 這些人看起來黃皮膚的這些人啊等等啊 應該就是北韓的人啊 那目前為止有些是冒充成偽裝成是蒙古人啊 還是因為俄羅斯非常大嘛 俄羅斯的民族裡面也有一些 蒙古族的這個相關的人在裡面 那麼除此之外呢 其實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目前這個南韓跟烏克蘭掌握的是 北韓已經送了800萬發的炮彈 給了這個俄羅斯 對 所以俄羅斯不是 所以人跟炮彈都到了 人跟炮彈都到了 然後飛彈也去了 不過他沒有飛彈 因為品質不良 常常飛得七八糟就對了 現在最需要的不是他們飛彈 現在俄羅斯最需要的是 它的人跟這個所謂的炮彈 那當然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最近不是 我們國際局勢的分析都認為 那俄羅斯跟這個 北朝鮮之間的關係 好像取代了這個中共的地位 有這個feel可以聞得出來 為什麼呢 你看北韓在十一 中國國慶的時候呢 竟然批評中共 而且呢 竟然也沒有參加 它相關的一些慶祝活動 這是不尋常的 這些不尋常的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往年都有 以前都有現在沒有 然後也不用 對他們的這個外交人員說 也不用太 意思的 不用太客氣 但是對俄羅斯不一樣 跟俄羅斯之間的態度密集的 出錢出力了嘛 對 而且因為俄羅斯 那麼允諾給北韓一些 包括高科技 來自於人造衛星 來自於可能也跟飛彈有關係就對了 所以呢懷疑應該是跟這個北京的習近平關係越來越遠 甚至於連這個北朝鮮最需要的糧食呢 應該大部分都要跟這個中共進對不對 也減少了 當然因為紅冰當然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說這煙霧彈啦 是因為這樣子而中共是這樣釋出相關的軍事援助給北 經過北朝鮮運一手過去 我個人倒不這樣認為 我個人倒認為中共不敢名正言順光明正大的去援助俄羅斯 但他偷偷的 比如說一些無人機 一些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軍備用品 比如說黃彈衣啦 這些東西有的沒這麼幹啦 會支援 對 但是你說直接把飛彈炮彈攻擊性 甚至於士兵派去支援俄羅斯啊 我覺得習近平的如意算盤 倒也沒有這個必要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衰落以後 全世界第二強大的國家 就是中國了 好 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打戰 說不定最大的獲益者 還是中國呢 另一方面來看習近平 現在是不是兩種手法 對台灣看起來硬的好像比較硬 軟的又很軟 來了一個歷劍演習之後 接下來他到福建視察的時候又說什麼 要建立什麼 兩岸人民什麼 正確的姿勢對不對 增進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有啊 我們很認真在對台灣做國家認同啊 一邊一邊 但是習近平是說 要讓台灣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習近平到了這個福建的東山島也有一個意涵很特殊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東山島什麼地方 東山島其實就是在中國大陸對岸的這個福建跟廣東的算是交界處 他算是福建的第一大島 而對於整個中國圈的這個版圖裡面算是第五大島 面積有18019平方公里 那習近平到這個地方告訴大家 那個地方在1953年7月16號到7月18號的時候 打過一次這個 當時候的國軍跟這個解放軍打過一次最後的一個 呃等於說以前那個年代上個世紀 國共戰役 對國共戰役的最後的反共大這個反攻大陸戰爭 嗯 那也在那一次東山島戰役之後呢 宣布喔 也宣示了這個沒有辦法沒有能力 不可能打得了這個反攻大陸 因為剛開始東山島只有1200兵力 後來打了解放軍增援到2萬多兵力 那一開始那個金門防衛司令部的司令是胡連 胡連就是派了1萬的這個部隊 從金門直接拉過去打這個東山島 那時候台灣的海軍陸戰隊啊 什麼散兵啊 全部都這個加入去攻擊那個東山島 後來打了一兩天之後傷亡非常的慘重 蔣介石老蔣那時候一直心心念念說 把金門馬祖當跳板去打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包括廣東福建的一些島嶼 再打進去他們的省份都可以從南而北 長驅直路北上到北京 然後再光復大陸 那時候那個那個年代時期戒嚴時期 老蔣那時候一定是這樣的想法 但沒有用 已經功敗垂成 所以無能力再打 但是至少能靠自己守住 我們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台風金馬 那解放軍也不可能這樣子 輕易可以這個月雷時一步打過來 當時是這樣 所以習近平跑去那邊 就勾起了 等於是給老蔣難看耶 蛤 就是給 等於是讓人家想起老蔣那時候 這個敗仗之入 所以我才說習近平到了那一邊 是不是有一種標誌上的意義 聽得懂的聽得懂 看那個習近平的動作 和為什麼到那個地點 就能夠一下子想起來 當然年輕一輩的 可能不太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但是我把這個 你去查維基百科 或是上網查一些歷史 翻相關的書籍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東山島戰役 都一直在被提到最多次了 那去了這個東山島 也特別跟大家講 剛剛瑞德哥不是跟大家講到的 俄乌戰士嗎 看到什麼普丁竟然把這個囚犯 送到前線上 其實老蔣以前也有 你們知不知道啊 最早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東山島戰役 就派了一堆 這個被台灣判刑令驗的 這個囚犯 為了跟他們講說 你去打仗 可以減刑 甚至可以特色假釋 然後甚至可以讓你出來 不用再關 就真的把一堆囚犯編成那時候第42支隊 他裡面的這個兩個大隊的組成的分子 就很多是從台灣關過的 然後大部分是台籍的這個 不一定是死囚 但是都是重刑的這個囚犯 送到東山島去 那當然也是犧牲傷亡非常的慘重 那最後有包括什麼李文青等68個人 本來要服刑的 後來英勇受傷 有的受了重傷輕傷 反正後來退下來之後 打仗輸了嘛 撤回來 他們也真的被這個 當時的國防部承暴 然後可以減刑 然後可以假釋 可以不用再坐牢 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才說 派囚犯去上戰場 不是普丁的這個特有的專利 以前老蔣在上個世紀50年代也做過 也幹過這種事情 也因為囚犯可以先讓他們去做一個炮灰嘛 台灣10月10號中華民國國慶 我們都也是很高興 我們自己國家的生日 那駐外管處都會想辦法 在10月10號之前 789這些日期 辦這個國慶晚會 我們在蒙古國的這個首都 烏蘭巴托的駐蒙古的代表處 也不例外 可是竟然沒想到 當時烏蘭巴托的這個官方 竟然以說 我們接獲通知 台灣的在這個蒙古國的代表處 有這個什麼被人家舉報 說那個酒店裡面 可能有有鼠疫發生 有大規模 我們要去檢查做衛生環境檢查 然後去呢也查不出所以然 但是因為酒店被這樣一查 等於我們選定要辦晚會的地方 要辦晚國慶晚會的地方 假裝有鼠疫 對 結果 破壞我們的晚會 酒店就太壓力太大了 他乾脆在臨時晚上6點半以前 就是說宣佈取消 不讓這個台灣方面 代表處去辦這個國慶酒會 比如說中國前一陣子 不是剛跟這個非洲開完了 53個國家的中非峰會嗎 好死不死 南非的總統就跟習近平抱怨 說你去年 他講的去年是前一年 就是2022年到2023年 你答應要給我們非洲國家的 這個所有的援助 大概高達9.6141兆元台幣 大概是3000億美元 要購買非洲國家的產品 你沒有買啊 你票票了啊 你知道習近平 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 被南非總統吐槽 那你接下來要不要再跟他 開支票說我去年沒 你總不能講我去年沒買 對不起我今年到明年 今年補給你 我再來買 你補給你 你之前的3000億美元沒補 那你現在再補3000億嗎 當然之後他都沒講 把他這個輕輕帶過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些國家想要要資源 中南美之後很多 像紅豬拉絲 去年三月是不是跟我們斷交 他們一直想說 要中國大陸可以跟他們買白蝦 取代台灣 結果呢 好